後來天怒人怨恐慌事起 造成整個高雄 真的就像他講的 真的要封城了 他現在封城演練 本來不用封城的 本來不用封城 不要搞下去變要封城的這個城市 所以我覺得這個團體根本就只是 他在進行反罷免手段的一環 為什麼這麼講 其實他們內部的窩裡反 提供這個關鍵的一個 他們內部的策略證據 就是說他們把罷免團體 分成幾個型態 什麼政治型 燕含型 教訓型等等 他其實最後一個目的 他說要什麼因應罷函 就是成立外部公民團體 跟相關的什麼罷免團體 進行議題的攻防 所以其實我們發現說一路以來 等一下你說 這個這件事情是民間防疫聯盟的資料 我認為我不是 這是韓國瑜他們內部的資料 他們的反反應 因應罷函的策略相關用的資料 那他們的策略 有一點就是要成立什麼 成立外部公民團體與民進黨 WeCare等進行議題攻防 意思就是說 這些都是在公民團體成立 我認為這個民間防疫聯盟 就是他成立的一環 因為你看前幾天的時候 是議會臨時會 他們就說不來開 但是他去哪裡 民間防疫聯盟 他們召開記者會的當下 韓國瑜去了現場 回應說要進行封城演練 馬上做這樣的事情的宣布 製造恐慌 他可以不到議會面對議員 針對市民各項疑慮 防疫紓困各項作為進行監督 他可以不來 他可以去參加這民間防疫聯盟 我認為根本是太好招了 就是他們的外部組織 在進行他要反罷免的手段的一環 這些都是在用盡各種的方法 要讓市民不要出來投票 其實我講真的 防疫跟罷免是兩件事情 其實高雄市民心裡非常清楚 非常有智慧 早在罷涵二階段連署 這麼多的連署 超過五十萬份 就已經證明一件事情 防疫很重要 罷免案非常重要 真正交集只有一天 就是在六月六號那一天 到底罷涵的投票上面 高雄市選委會 跟所屬相關的這些基層公務人員 做了哪些防疫的各項投票的作為 這很重要 就像南韓國會大選 高達六十六%的投票率一樣 他們做了很多投票的準備 這些都才是真正交集的那一天 但是唯有韓國瑜起心動念 把防疫當作他罷涵的盾牌 罷涵的防護網 試圖要製造恐慌 他的策略在改變中 前面階段的時候 二階段連署的時候 他是用低調冷處理 他現在是製造恐慌的處理 大家又有點忘記市長的存在 他們內部的共識就用低調冷處理 讓他忘記環國瑜的存在 結果連署出來超過五十萬份 代表高雄市民心力已決 他現在起心動念 就製造恐慌 目標策略一樣 就是讓這個罷涵投票的投票率 降到二十五%以下 他就可以度過這次危機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這樣而已 就讓大家想說 我去投票萬一感染上武漢肺炎怎麼辦 是不是 就乾脆就不要去了 亂講一通 根本就是最後是要讓市民都不敢出門 不要出來投票 好